檢報上映的部分 檢報上映的話 老實知道在派會裡面的快速鍵是什麼? 你可從上面開始播放,這是一種方法 派會裡面的快速鍵也是F5 對不對,這比也是F5 可是我們在派會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如果今天不是要從第1月開始播 假設從第10月開始播 我們會按Shift叫F5 對不對,但是Intense沒有那個差別 就是你在第幾頁按F5就是從那一頁開始 這個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老師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那這裡我剛剛講的快速鍵就在這邊 你要跳到指定的月數 你就是直接把月數打了之後 加上Enter就過去了 去第1頁按Home 上領域你可以直接P B或者Enter也可以PageOut、PageDown 最後一個Enter 有沒有都很簡單 這幾個我們的剪刀、Totter也都適用 你都可以看看 只是它有的跟Totter一樣就是 如果你要變成筆的時候 還是要按右手鍵 按右鍵 按右鍵去設定,筆的顏色去改變 這個地方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它的快速鍵這裡有這幾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可惜其實我們平常剪刀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跟您說的 我們的內容常常不會是只有在什麼 只有在剪刀裡面 可能在網頁上 可能在Essour裡面 也許在別的東西 在影片裡面 這個時候你們就要做一些切換 所以我們順便給老師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那個燃體裡面 您可以看到 這裡有 有這個 我現在在問的叫Unit 點進去呢 只有一個 因為這個小軟體 它的缺點 就是您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快速鍵 會比較好用 為什麼? 因為你剛剛看我用的時候 我都沒有跳出那個市場 去發現說我要算碼 這樣會比較揚入到裡面 那如果老師覺得說 嗯 這樣 所以碼到這樣 不是很OK 要記一下這些東西 沒有關係 這裡我有提供另外一個 這個 有沒有 他沒有畫筆 哪時候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常常在看那個 正面節目也好 或者是氣象報告 這支撿怎麼下落下去 你也會有 就是這支 眼看 你看 他已經把自己說得很小了 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 你真正要用的時候 你就帶著他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參加這裡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 TDF 開始 你馬無無無 不必 不必拿那個 我們 我們現在應該有那個電子擺板 電子擺板 有啊 我們學校應該有電子擺板 電子擺板也有附贈的軟體 但是那是附贈的 而且它安裝很大 我們這個 你們 這個 這個 比如說你要直線的 箭頭的 你就看看 同學看這裡 有沒有 如果看對了 給你把個勾 看錯的把個叉叉 那麼 這裡一樣 如果你要把它清掉 這裡有那個 橡皮叉 好 有橡皮叉可以用 也可以直接 在這裡做放大 就要想 有沒有 都一樣 你就把這個清掉 都可以 那麼 顏色的部分 你看到有兩個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銀鑽筆 你看我現在用這個 有沒有銀鑽筆 會碰窗過去的 這個是實心的 你猜到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用軟了 你就按離開 它就收起來 所以這種方式是 所以如果老師不常用的話 應該是干擾最少 因為你不用計劃出現 反正軟體打開了就可以用 所以不用銀鑽 老師倒在隨身碟就可以用了 這樣您了解的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透過一些小軟體 來做一些輔助 這樣的話 那同學在看 老師在講 也會覺得比較OK 你的工具比較多 那你在用就會覺得說 不錯不錯 可以增加一些 那 剛剛這個 教編很多老師都試過了 對不對 不過呢 我在用的時候 我有偷偷 改一下 所謂的改一下是說 因為它 預測值呢 是 在這邊 你看 在這裡 預測值是 一二三都有勾起來 所以這個都有勾 但是呢 我發現 因為有些時候 我在上那個某些軟體 按三下 像我們剛剛不知道 按三下就是整具選角嗎 我就是要拿教練來打人 可是它就會跳出來 所以 我就會把這個關掉 我就挑其中一個 這個比較不干擾的 Country Ultra加1 好 這個 比較沒有用到的 快速就拿來用 那當然您可以去改變這個教練的大小 透明度 還有它的顏色 只是我都盡量照預測值 所以我大概是像這樣子去做 所以有些時候 您透過這種方法 可能同學在看的時候 又會更加清楚一點 好 要比你那個 油雕在那邊跑來跑去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拿那個有沒有 那個 紅色那個在活 那個 有跟沒有一樣 看的不舒服 對不對 那種筆不舒服 所以 你用這個 它會看的很清楚 所以我大部分都稍微 寄一下派出鍵 那就可以用得很不錯 好 那 上映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 大致上來講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想先針對我們簡報的部分 講到這邊